你現在聽的是圓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哎呀,你輪轉天來 風濕骨痛好辛苦啊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哇,這麼好啊? 那就買多個分享給姨婆吧 太空小寧精 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看圓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我是Diana 今天會繼續跟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跟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家人可以享受到健康化學的人生 Hello,袁醫生 Hello,Diana,你好,大家好 Hello,大家好 我們今天的題目是脆甲的自然醫療 我相信很多人都試過 可能指甲上有些橫紋、直紋 或者可能有些白點、凹凸不平 或者是很容易崩甲 是的,其實大家有時候都會留意到 自己指甲的樣子、形狀 因為最容易見到,沒什麼人會見不到 但是一陣子發現一些東西 都會好像說,咦? 其實我們都知道 在醫學的角度 其實指甲,正常的指甲,大家都知道 當它變得不正常的時候 很多人都知道 是應該代表身體有些問題 最簡單來說 有些人見到指甲變成青紫 在中醫角度來說 其實我相信很多人都會知道 其實指甲的青紫 通常是氣血的瘀製的徵象 所謂肺氣湧滯、呼吸不暢順 或者是生物瘀製的 這些是引起指甲青紫的常見問題 即是很明煉是血氣不好 就會看到指甲有青紫 但有時候指甲有見上一些黑紋 但有時候指甲有見上一些黑紋 一般的情況 如果那些人皮膚比較黑 有時候都會見到一些黑色的植紋 這是屬於正常的 沒有什麼問題 但有時候 指甲上面 就有一些特別在指甲邊上面 有一些中環的黑色條紋 這也是代表身體有瘀血的跡象 有時候人們有嚴重的病 例如有癌症、胃癌的人 可以看到到最後 往往你已經看到那些跡象出現 有些人都經常說 有些人說自己有珠沙掌 珠沙掌就說到底好與不好 有些人就認為自己是好 當然要看你的掌 如果你的掌是瘦瘦 或者我們叫做魚劑 小魚劑 是很薄的 即手掌下方 通常大子宮下面 就有一塊肉很肥 下面細子宮下面 我叫小魚劑 通常都是肥大肥厚的 如果身體健碩的人 通常都應該是這樣 但如果你看到有些人 手掌摸下去很薄的 即是好像沒有什麼肉 但皮膚又紅尺 按一下它便會退 皮膚很快便會變薄 通常都是因為肝腎陰虛 以及乳血的阻滯所致 這些都是很多時候 在中醫角度 都會用中醫的調理手法 即是保肝、保肝、保肝、陰 這些處理手法 這個在醫學上 一直都有這些經驗 以及他們的分析 其實在西方醫學裡面 其實大家都有這方面的望文文哲 其實什麼醫學都會走這條路 最簡單來說 有些人就會覺得 我們有一種叫做 甲溝炎 英文叫做 其實指甲邊會發炎 通常是指甲裡面會發炎 通常這些就會令到指甲邊的陰肉 又紅又腫 又痛 通常可以說是一種感染 一種sepulococcus aureus 一種金黃葡萄菌的感染 或者是structococcus 那個臉條菌的感染 這個通常都是這個因素 尤其是如果你是廣泛性 不只是一隻 很容易就會一直這樣去 不理不理就會化膿 令到會更加腫更加痛 通常在什麼情況會出現呢 很多時候就可能是局部的創傷 可能因為咬指甲 可能就經常頻頻收甲 收甲 有時用刀刮刮 或者水裡面的手指 經常浸在那些水裡 將指甲皮膚的保護網 那些困就是破壞了 這種也是一種常見 也有些情況會出現 我們稱為柱狀指 柱狀指 我英文稱為clubbing 指甲是彎了 即是拱了 你知道大家的指甲 通常指甲和手指之間 是有少少在指甲尾 會有少少拱起來的 但是出現這個 我們稱為柱狀 柱的字是一個目指邊 一個中五的五 英文叫做clubbing C-L-U-B-B-I-N-G 通常是代表 我們指甲底的軟組織 是開始腫脹 令到正常的角度會失去 這個角度會多於180度角度 你也看到指甲床的肉 變得軟和浮 到底如何形成的 大家暫時來說 醫學上也不太清晰 通常應該是有血管的腫脹 膨脹 導致血液衝去指甲尾部 導致結體組織的改變 可能是因為氧氣不足 或者神經線的供應問題 可能有些是遺傳問題 或者可能是血小板的病子出現問題 令到血小板可能會黏住 有時候我們會看到一些 先天性的心臟問題 或者有一種肺病 即是interstitial 一種肺的疾病 甚至乎是肺癌 或者是大腸的發炎 甚至乎是嚴重的惡性的肿瘤 通常如果看到這些人的指甲 可以變得那麼厲害 通常都不是那麼友善 其實身體是出現一些 比較嚴重的問題 好了 還有一種大家常見的 我們叫做指甲 剝離了 指甲慢慢離開了指甲肉 這種英文叫做onycholisis O-N-Y-C-H-L-C-H-O-L-Y-S-I-S 就是甲剝離 通常是不痛的 指甲由外面開始 慢慢離開了 本來指甲床應該是粉紅色 有少少半透明 現在變成離開了之後 就白了 通常由邊邊開始 慢慢向內移 一路一路擴大擴大 好了 那什麼形成呢 形成的原因都幾多 包括有時候 就是收甲太厲害 或者弄壞了指甲 可能拔它 叫開它 有時候是牛鼻腺 也有時候是毛菌的感染 甚至乎是一種敏感 對那些指甲油 指甲那些化妝品 是有敏感的 當然也是代表整體的問題 譬如糖尿病 貧血 有些人可能吃了一些藥 一種敏感的反應 也可能是甲上腺過高 也有些是因為肢端的貧血 甚至乎是肢氣管的軟 最後也可能是梅毒的跡象 也能看到 這個指甲這樣變 其實可以是局部 也可以是整體性的問題 有些更嚴重一點 這個就不是那麼常見的 就是你會發現 整個指甲板 那塊指甲板 全部變成白的 有些像磨砂玻璃那樣 不是半透明的 磨砂玻璃 但是最邊邊 最遠那個 有些紅紅啡啡的 那些還黏著的 那個指甲 那個半月版 差不多都看不到 通常所有指甲都會出現 但是也有時候 可能只出現一隻指甲 通常在什麼地方病 會見到呢 是肝病 尤其是肝硬化這些問題 也可能是充血性的 那個心臟衰弱 還有糖尿病 也可能是因為 那個血液 那個 血液循環的問題 或者令到 我們那個結體組織 在那個身體那個 那個指甲床那裏 是增口了的 那這種呢 我們英文叫做 Terry's Nails 有一個特別的學名 簡單一點 有些人說 我指甲經常都有百點 對不對 通常這些都是比較常見的 是 沒有什麼規則的 總之有時候 有時候 在側邊出來 有些有幾點 通常呢 就最常見 就是 修夾得太厲害 就是磨它 拆它 那當你的指甲油 蓋住 當你指甲油 拔了之後呢 這個呢 你會看到這些 這樣的情況 那當然也有時候 有些嬸仔咬指甲 嬸仔油 他咬成出這個問題 好了 那還有一些呢 就是 那些指甲出現 所謂橫紋 是橫紋 一條一條的橫紋 出現在 那通常呢 這些 出現這些 橫紋呢 就是 在那個 可能是因為 新的中毒 心臟的衰竭 或者有一種叫做Hodgkin's disease 可能因為 做了披露 可能呢 還有一個是因為 那種化碳中毒 還有那個 麻蜂 都有這種 這樣的症狀 那就是 也可以這樣說 可大可小 那種一種呢 就不單止是一條橫紋 它簡直是套進去 就是一條橫紋 套進去 那通常呢 是代表呢 你的身體在某個時間呢 有些整體性的問題 那所以呢 就會出現這些形狀 那我知道呢 我身體呢 每六日到十日呢 會生長一個 一個毫米 那從那裡呢 你知道呢 我曾經 幾年之前呢 你是可能病過 有些嚴重的病 或者有受過創傷 那這樣 那這個也是一個原因來的 那種一種呢 就是身體呢 有些 脫掉點 那種 有些脫掉點 那這些呢 那這些呢 有時候呢 就是跟我們練的牛皮症 最常見 那有一種 雷風濕叫做 Ryter syndrome 那有時候脫頭髮的 出現問題 Alopecia 整體性的脫頭髮 局部的脫頭髮 那當然呢 還有一個呢 是因為受到化學的 這樣的感染 出現那個 就是化學的 那些皮膚炎 這些這樣的問題 原來不同狀態的指甲 可以反映到 身體上面這麼多問題的 那這節時間差不多 一會兒回來 繼續 自然療法與你 我們平時飲的水 都充滿了重金屬 雜質 錄氣 和細菌 我會用健波能量活水器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 雜質之外 還可以活化水中的訊息 健波能量活水器 生命資源 健康之全 錄創意健康店電話 28824848 網址3W.H EALTHSHOP.COM.HK 歡迎回來原網台的 《自然療法與你》 繼續我們今天的題目 《脆甲的自然醫療》 那在上一節 袁醫生和我們解釋了不同的指甲問題 其實是反映了不同的健康狀態 那今集我們會主要和大家討論 比較常見的這個問題 就是脆甲 究竟 袁醫生 脆甲是怎樣形成的 我們在脆甲呢 我相信是普遍很多 很多人都會覺得自己 我指甲很容易斷 或者很容易分裂 這樣 又很容易 軟到很容易撕脫 這樣 那這個 這個 《脆甲》 英文叫做《Brittle Nails》 那我知道呢 我們指甲其實是一種皮膚的細胞 那加上一種蛋白質 我們叫做角膽白 就是一個牛角的角 牛角的角膽白 carotene 那我們先了解一下 我們整個指甲的結構 首先我們有指甲板 叫做Nail bag 那你看到上面有半透明的 那那個指甲板下面 我們就叫做有指甲床 就是下面的皮膚 那跟著呢 就有些指甲的邊緣那裏 那裏 那底部呢 我們有叫做表皮 我們叫做Cutical 就是指甲板最裏面那裏 那裏 那裏 有一種叫做Cutical Cutical 就是叫做表皮 那 那 表皮下面呢 我就有一種叫做Matrix 是一種膜 是一種膜 翻譯叫做膜子 Matrix 下面那些軟組織的營養 那些地方 跟著我會看到呢 就什麼 甲的半月 那半月版的Lunula 那這個呢 通常呢 就在我們指甲那個 那個所謂的膜子 Matrix 那裏 是伸展出來的 那樣 那好了 那我們指甲的作用 大家都知道 那它有個硬的硬的殼 保護下面的軟組織 那幫助我們手指 即是動動 做事的時候 起發比較硬的 硬的 好做事 那所以呢 大家都知道的了 那當然呢 我們的指甲呢 是反映我們的健康的 我們身體的健康的 那很多時候呢 我們有些叫做牛皮线 大家都聽清楚的 有些指甲的感染呢 會導致我們指甲呢 變得脆化 還有呢 就是很容易剝落 那我們的指甲呢 通常呢 是受我們的飲食習慣 營養方面 還有我們的消化系統 的健康是很大關係的 那如果那些人呢 就是飲食不太健康 吃的東西 即是不太健康的飲食習慣呢 就很容易出現這個 所謂指甲的脆甲 和指甲呢 是分裂這種這樣的問題來的 那好了 那簡單來說 主要原因呢 都是跟我們那個飲食的 不良的飲食的有關 和導致我們那個 蛋白質的不足 譬如有些維他命 譬如維他命A 生物素 Baletin 維他命B12 鐵質 那個硫磺 是植 silica 鈣 還有必需要的脂肪酸 還有很多其他的抗物炎 都很重要的 那也都有一個很大的原因 就是我們經常用那些 那些指甲油 除指甲油 那些一個很 很腐蝕性的 溶液性很厲害的 那種化學物質來的 那很多時候呢 將我們的指甲 那個本身呢 都破壞了的 那還有一個呢 就是身體的消化的問題 和吸收的問題 那也都是因為我們的身體 那個胃酸過低 那或者可能我們的身體 那個益菌方面的問題 和酵素的問題 那當然呢 還有一個呢就是那個 甲上線的問題 尤其是呢 當你的甲上線素 比較低呢 就很容易出現這種 這樣的問題 那就是我們的身體狀況 會影響到我們的指甲 那其實都關於飲食方面的 那我們有些什麼 野食是幫助到脆甲的 那在飲食方面呢 我們有些什麼建議的食物呢 那我們最好就要吃一些 就是很高質素的 蛋白質的食物啦 比如魚啦 豆類的食物啦 果仁啦 還有呢是瘦肉 就是瘦瘦雞肉啊 那些 這個是很重要的 那還有一些食物呢 譬如含有 豐富維他命B杂的食物啦 譬如完整的穀類 都應該可以增加 吃多一點的 那其他的食物呢 譬如 維他命B的Biotein 即是生物素啦 那包括那個 黃豆啦 是 雞蛋啦 椰菜花啦 Cauliflower啦 還有那些菇類的食物 那也都 其他一個 維他命B很豐富的 營養的補充劑呢 我就叫做那個 啤酒酵母啦 Bluerasease 那其實市面上呢 很多些所謂天然的B杂呢 其實都是用Bluerasease的 做出來的 那還有一些食物 譬如要硫黃 封富硫黃的食物啦 包括呢 就是那個 那個 西蘭花 西蘭花啦 那個 荝若蒜啦 洋蔥啦 還有一些海產的食物 也就有 可以加下去的 那還有那些食物呢 就是 我們需要這個 silicon 就是我们的植是丰富的食物 通常是完整谷类、香蕉、葡萄、葡萄、葡萄类和扁豆 这都是一个我们叫做silicon 的植方面重要 还有些是丐,丐丐丐丐的食物包括薄薄脆的食物 比如红萝卜、葡萄类、西兰花、葡萄类、葡萄类、鱼衣甘蓝 这种是西方的食物多些 其他蔬菜、牛奶也是丐丐丐的来源 好,也有些人吃一些我们叫做silicon 就是做大菜糕 西方就做啫喱的时候 有些是专门做啫喱的食物 就会加一些silicon 遮天的一种叫做什么? 鱼胶粉 叫做鱼胶粉 也有些人可以试试用这些多啫喱的食物 有很多这类的鱼胶粉叫做silicon 那我们有些什么要避免进食? 其实我们通常大致上都是我们所谓的 单纯的糖分、酒精、咖啡因的食物多 以及汽水 因为这些食物、饮品 通常会将我们身体的矿物炎都会流走 袁医生,有些什么针对性的工具可以处理取甲? 那我们有些叫做营养补充产品 有些叫做植 silicon silic acid 如果能够买到这些工具 就吃大约10mg一天 起码要用它8个星期 没有这些营养治疗需要长时间 当然有些人未必找到silicon 可以用些什么呢? 可以用我们的纤维盐 纤维盐里面有一个silic acid silic acid 6x 虽然纤维盐的成分是很少的 但是它是帮助我们吸收这类的营养素 会快些 第二种就是Biotin 室墨素 有时也可以找到营养补充剂 指明是这种Biotin 通常服用量大概300-3000mg 即是一个毫克 有些人会帮助得到 再一个就是MSM MSM 大家都知道 通常对筋骨肌肉 即是牢鼠那些 但是我知道MSM含有什么呢? 是含有那个硫黄 就是食物硫黄 我昨天所说 除了Geratin Ceratin 硫黄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MSM是丰富这方面的硫黄 通常就每天吃1000mg 那些 就一天两次 那样 都是对这个 这个也有帮助的 除了我们的肌肉 皮肤那方面 那做一种就是当然 必需要的脂肪酸 有时用些鱼油 鱼油 它有EPA DHA 都很足够的 除了鱼油 还有阿麻子油 还有最近我们开始 多人认识的 就是那个大麻子油 好了 还有呢 是钙 大家知道 钙 通常钙 就会和脂肪 一起用的 通常加上维他命D 就是这样 帮助大家的吸收 那样 那 钙的成分 大概500mg 那麦 那麦 尾 就250mg 通常是2对1的比例 那 那再加呢 是1000的 国际单位的 维他命D 那 那 还有这个呢 就是我们叫 Wave Protein 那Wave Protein 就有 就是供应我们足够的 氨基酸 帮助我们 因为始终是蛋白来的 记住 那个指甲呢 不是钙来的 是蛋白质来的 那所以呢 这个 任何的 就是血清蛋白 就是炼大脊的 那些很有幫助 那这个呢 就每日可以吃25g 可能一大汤匙 那样 一盎司 那还有呢 就是 就消化酵素 就是跟大家讲过 就是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那个身体 吃的东西吃得下去 但是其实呢 是吸收的能力差了很多 那我就用加些 用些消化酵素 是帮助我们吸收的 安基酸 这方面 那其实这个 很重要的 在外国其实做过 一个很大的研究的 那他当时呢 就研究呢 是研究那些 那些人 那些 那些头发脆弱 其实 就是头发的脆弱 和指甲脆弱 是大家是相关的 那他试过呢 就用 那一组人 好像48个女性 因为头发比较 通常都很柔的 很薄很柔的 那每天呢 就吃红绿 10mg 那样 那样 就吃它大概是 大概用9个月的时间 那样发现呢 头发的质素 那样的弹力 都加强了很多的 那当然了 其实头发呢 跟我们的指甲呢 其实是很相似的 现在时间差不多 待会回来继续 自然疗发与你 陆创意健康店 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种 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环保家居 及个人用品 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 一系列健康舒适等等 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 28824848 网址 3W.H-E-A-L-T-H-S-H-O-P.COM.H-K 欢迎回来原网台的自然疗发与你 继续我们今天的题目 脆甲的自然医疗 那袁医生刚才提到 有些什么针对性的工具 去处理脆甲呢 那可不可以还跟我们 介绍一下有没有其他方法 可以处理脆甲呢 那一般的建议呢 我都说了 就是我们可以用一些 我们叫做 维酸丸 叫Beta-Hydrochloride 其实都是炎酸的 有时候有些地方 可以买得到的 那当然呢 我们消化那个 吸收 那个氨基酸 淡物质 和矿物盐 我们是需要 那个维酸的 那当然 这些有时候 未必买得到 有些未必 你会买的 那简单些呢 我们可以用什么 是用那个 苹果醋 那苹果醋 很容易的 沖一杯水 那吃东西 当一般的饮品 那可以用苹果醋 来增加我们的 胃酸 胃液 是帮助我们吸收 蛋白质的 氨基酸 和矿物盐 好 那做一些呢 通常呢 可以用一些高品质的 就是多种维他命 矿物盐 那这样 那 那当然呢 我们呢 就很强调呢 尽量用食物的形式 那我就说呢 我通常大部分的 我们的病人呢 都要求他呢 就开始吃一个 很简单的早餐 就用那个 热绿素粉 巴黎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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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有很多营养分 大米草 小米草 螺旋 有些保抑性的 中草药 那以及其他一些 海草类的植物 那这个是一种 就多种的 维他命 矿物盐 一种食物的形式 那通常呢 我建议呢 就做个早餐呢 就用巴黎草 用一个 scoop 它 함께有一个 包括大麻糬油、鱼卷草油或鱼油 加一汤羹 再加一汤羹八耳子 可以说是古代皇帝的食物 今时今日幸好有为已经找到种植方法 有这种食物的生产 通常用一羹 然后可以用一些奶类 例如豆奶、米奶、椰子奶 用搅拌机打一分钟 将那些成分全部混入 当作一个饮品 我自己的早餐就是这样 我吃到这类早餐之后 通常不会感觉饿 也不会感觉血糖不稳定 通常我可以上班、看病人 看到下午三、四点钟 我才觉得可以去吃下午茶 那我整个午餐都不用吃 这是一个很好的热肉素的 我们叫做Green Cocktail 大家都可以用的 这些全部在我们绿庄院健康店都买得到 最后可以想想吃多些抑菌 始终身体的抢导环境是很重要的 用抑菌来帮助我们吸收营养 这些都是我们一般很容易做得到的 改善我们基本的营养状态 当然当你的营养状态好 其实你出现其他问题 比如指甲的感染 灰甲 其他东西都会减低很多 那在同类疗法方面 有什么同类疗剂可以处理营养 在同类疗法方面 我们也有些同类疗剂 比如最容易用得着的就是 钙 Calcaria Calcaria Carbonicum 这种钙型的人 就是跟我们钙的吸收 我们骨粒的成长 全都是很大的帮助 通常钙型的人 就比较肥胖 比较怕冻 有点湿湿粒粒的 就是皮肤 很典型的孩子 做广告的孩子 大部分都是钙 想知道钙型就是这些 泡泡肥肥的 通常它也会有脆胶疗问题 在这种情况之后 我就吃那个疗剂 分能方面没什么所谓 可以用6X 12X 6C 12C 或者30C 一天吃两次 起码是两个星期 看看有没有改善 除了Calcarea Carbonicum 我就做了Calcarea Phosphoricum 即是鸾酸钙 鸾酸钙 鸾酸钙的人 没有钙型的人 是肥胖 比较瘦瘦长长的 都是很多年轻人 用得着的 这种情况之下 如果小鸾酸钙很容易跌倒 很容易断骨 可能这些过度活跌的小鸾 或者是很活跌的小鸾 就很容易跌了之后 经常断骨 这个通常是可以用钙 鸾酸钙 来帮补 可以用6X 超迷盐 可以长用 还有一个是直 Silica Silica 就是典型 尤其有些白点的 通常我们看到白点的指甲 除了一般的营养 我刚才所说的 我都会建议用Silica Silica 6X 这方面 原来同虐疗剂都不是很多只 比较简单一些 例如是直 轮化钙 那些 在陆創意健康店 都有得买的 那袁医生 还有没有其他 可以配合 以上你所说的东西 一起去处理脆夹的呢 其实都跟大家分享 一般的自然医疗工具很多 都是可以帮助的 例如我们消化各方面的问题 那我就可以用一个 我叫做体质水疗 体质水疗 大家都介绍过 是一个Dr. O.G. Carroll 是第一代的 美国的治疗化医生 花了40年的时间 是将各方面的 国家各派的 体质水疗的技术 就综合了这个 叫做体质水疗 那这个一个 一个钟头的治疗 那在我们的中心 我们都会有 供应这个 这座体质水疗的服务 那我们会用那个 冷热的毛巾 那我们不是说 要放在一个 很热的游泳池那里 那里的 我用很冷的 冰冻的毛巾 很热的毛巾 是交替呢 就是敷在我们的 胸膛和背脊 那就是可能你才睡在 那里 那通常呢 就拿羊毛煎包住你了 你会冻的了 那你就呢 就用一个 很热的热毛巾 敷在胸膛 那大概十分钟左右 五分钟左右 那接着呢 就用一条很冰冻的毛巾 盖它大概十分钟 那样 那是交替的 那我们除了这个 冻液毛巾交替呢 目的是将我们那个 五臟六苦的血液循环 是加强它 那是一种 淨化血液的帮助 那我们都会用一个 一个德国的那个 光疗机 将我们那个 那个身体的细胞 那方面呢 是清洗的 细胞的能量 那最后呢 我就用一个 苏联的太空科技 我经常叫做太空小灵精 那就来到 就是来到 这个处理那个 脊椎那里的 治療神经系统 那这个是一个 很好的 基本上呢 在早期的 第一代的 自然力化医生呢 他们所有病人呢 都是用这个工具的 他们认为呢 百分之五十个 那个康福呢 都是靠这个 体质水料的 那在现在呢 就暑假啦 那我们就开始 又多了很多 十分仔做 因为始终平时 上学啦 你知道香港的 十分仔啦 除了放学之外呢 做很多科学活动 那所以呢 他们很多时候 就抽不到时间 来做这个 这个体质水料的 那但是一到那个 暑期了 那很多的 人呢 就十分仔开始 他们都建议呢 一个星期 做两次啦 两三次啦 做他一段时间 那样 那么身体会整体来 改善的 好了 那除了一个体质水料 那些人可以用一些香氛咯 啊 香氛呢 有时候是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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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是一种简单的 那可以塗在那个指甲 那指甲的下面那里啦 那其他的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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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些 保护指甲本身 不只是用化学的药水来做 其实那些化学的药水 指甲那些其实都很毒 可能很多是有指甲的物质成分 所以这个灰甲问题是挺普遍的 但是处理方法都比较简单 多谢袁医生今天和我们分享了这么多 有关于指甲和脆甲的问题 如果各位有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和袁医生预约会诊 25773798 如果想重温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谢谢袁医生 拜拜